我这个人就是其实不是很关注这个就是新闻吧 对新闻的这个敏感度比较低 所以我关注的这个新闻大部分啊 都是说这个五六天之前发生的 甚至说是一两个月之前发生的 但是就是我只想说 跟大家呢稍微介绍一下我关注的这个新闻 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个人的看法 好吧 我今天关注一个新闻是什么呢 10月5号在纽约一个这个旅美的日本钢琴家叫海野什么 忘了这个大家可以去查 然后在他去演出的途中 在纽约地铁站被七八个不认识的这个白人青娘娘给打了 打得很严重 他手臂骨折 这七八个男女现在有没有被警察通缉 被警察这个逮捕 都不清楚 听这新闻吧 我就 说真的我挺 很愤怒 但是也很无奈 这其实就是这个海外的华人 甚至说这个黄州人的这个 就是生活现状 像我们都是几年之前吧 这个全球呢有一种这个逆全球化的现象 它原因有很多 比如说中东的难民问题 比如说这个全世界的范围内经济都不是很景气 比如说女民族主义泛气 对吧 这些都是有有原因的 就是我们这个可以认为 所以他后来之后呢 这个就是说华人也好或者怎么看也好 其实生活呢 我个人觉得就并不是很好 我在这个澳洲或者说美国生活 但是好像我看好多那个视频啊 其实就是偶尔会遇到那种事 也不是说每天都有 但是我感觉这个出这么个事就挺恶心的 对吧 有的人 到我们承认 有的人去做黑户或者 但是有的人呢 人家是正经的 这个就是说在这个当地混的不错的 正常纳税的 他们这个身份呢 可能比当地的好多这个就是说 吃低饱这个白人来的都 就是说光明正大一些 但是他们却被这群人去骂 打你是轻 打你是这个重一点 但是骂你基本上什么 go back to your fucking home go back to your fucking country 什么的 然后你滚回你自己家去 这种话就是就跟这个什么一样 就跟这个就是咱们国内那种什么 就傻逼什么来吧 这种话一样 就特别轻 就在人家这人讲这都不算什么犯罪啊 或者怎么着的 就很悲哀 特别是今天摊上这么大的事 新冠肺炎嘛 然后好多这个就是说 武汉肺炎或者怎么着的 那好多这个国内的这种政治家 你们知道带风向 对吧 转移民众的矛盾 掩盖自己的不作为 那其实就是这样 有些东西 咱们就得这个什么 咱们就得这个就是说 公平公正的去这个讨论 你中国政府再怎么样 那中国政府 他的这个就防疫啊抗疫 做的确实是不错 那全中国现在还有几个这个 就是得了这个肺炎 你看看美国有多少 他不是说一个什么 你说美国政府没有钱吗 我觉得美国政府 我也说没有钱 他也可以去做这些事情 他就是不做 对吧 每个人 到底多那么自私 上到这个就是政治家 下到这个什么医院的医生护士 想的都是自己 那你们三分地儿 这政治家想的就是 哎呀 这个我我不知道啊 但我我就觉得 我始终觉得这个 就是说你要真是说 美国你把这个家里掏空了 我就去买呼吸机 我就派这个 就像中国怎么做 我怎么做 我也建方唐医院 或者怎么样 这疫情不是说控制不下来 那他他想啥 他宁可把这钱 就花到这个大选上 天天他妈做傻逼广告 天天跟那个跟人家来回去 就是在那个电视上辩论 就对骂 你傻逼 你傻逼 对吧 就这样 你到这个医生护士 医生 那美国医生 那讲话的 私立医院的医生 人家讲话的 我读医学院 是吧 我这辛苦这么多年 我家里给我投那么多钱 我来我是为挣钱的 什么救死扶伤 什么的 少来这套 那个去到时候就是 武汉 武汉 咱们讲武汉那会儿 那国家一纸正立 到时候共产党员先出 是吧 共产党员不出 然后那个积极分子出 人家讲话 人家正开始 可能这个就是待遇上什么的 那之后再说 先去救人 去自动招待 你美国 你就达不到这个要求 关键问题是 你们不作为 你们这个什么 你们把这个锅 要省到中国身上 那这个东西特别 那什么 美国民众也好忽悠 对吧 你报纸上写几篇文章 你把这个 那个意义转移 然后就什么 其实吧 这种大棒的 轮不到中国头上了 问题是 美国民众就觉得 这个你中国 远在千里之外 对吧 我够不到你 可你这个 在日 在这个美国的华人 是吧 我是不是可以动动脑子 我是不是可以 是吧 我欺负欺负 对吧 我轻一点 我骂你 go back to your fucking country go back to your fucking home 我高兴点 我呸喷你 喷你口水 对吧 我 然后我那个什么 我把你恩定打一顿 我跟你要烟 你不给我 啪给你个嘴巴子 是吧 然后捅你几刀 我拦 我在你家的这个 毕竟路上 我拦你 我说 哎呀 我家 我有一个很大的 这个家要养啊 这个怎么办 一般黑人用这方法 把钱包掏出来吧 对吧 这都来了 所以说吧 就是 在这种 就 你不 你 你跟这些人 你跟这样的 这个什么 就是说 底层民众 你跟他去讲道理 说这东西不是中国来的 怎么怎么着的 你呀 你得写本书 我跟你讲 啊 你你动用好多的 这个什么 就是说 啊 专家也好 或者怎么样 都要查 这个源头是哪的 你甚至到最后 最理想状况下 把美国也拉进去 到最后证明说 哎 这并不是美国的 这我就假设啊 这并不是美国的 跟中国一点关系没有 那老百姓老百姓会看吗 对吧 都不用这点 这美国总统也好 总统候选人也好 或者说这个 这个无量媒体啊 大字报上 直接一大标题 中国病毒 就这么几个字 就比你那个一本书都管用 人就人就信这个 而且我 我也 我真的觉得啊 我们大家不要 把美国人想 我们好多 这个中国人犯错 就是啥呢 就是我们 就是你不管是爱国的也好 恨国也好 其实你都是受这个 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熏陶啊 你就好多东西 咱们道理都骨子里的东西 是吧 己所不欲物 施于人 是吧 伸手不打笑脸 人后 这道理咱们都懂 但是外国人 他真的不懂 真的不懂 有人觉得 就是我也有点这个民族主义 当然我是那种 怎么说呢 就现在好多的这种 就在国内这种风气 就是说跪舔 跪舔杨大人 我就不是 我就是这个特别反感杨大人 而且我就是 我特别 我很鄙视杨大人 我真的觉得你们这个 现在啊 英国美国 法国德国发展的很好 当然就只是说 哎 你们沾了最近带着几百年的光 是吧 你们这个开辟了西航路 其实你们文化上东西 一点也没有 就是为啥我们跟他们聊不了天 就是说讲不了道理 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文化 他们没有文化这个概念 他们这个发明这些东西 什么好莱坞 什么那种 什么快三文化 你说有几个有什么思想深度的 没有 对吧 就是那种什么特效啊 堆起来很牛逼 或者怎么样 而且他有一些就所谓的那种 就是说我们都讲好电影 然后有思想电影 他并不是说一个好电影 而是说他的这个 美国的这个文化太强大了 他把他认为的这个对的价值观 认为他对的文化 他强行的植入到你的这个思维里 你想想好莱坞一年拍多少片子 那我们改革看法 之前我们国家一年拍多少片子 这算能比吗 对吧 一百部片子一年进过来 你就算是说 百分之九十的这个电影都不好 这样都不可能 那还有十部这样好的呢 对吧 他就是这种潜移默化的 对你进行这个 就是说洗脑宣传 而认为他 可是实际上你身巴 他有什么文化底约 你美国 英国 法国 德国 那以前的祖先都是些什么人 日尔曼人 对吧 日尔曼人有什么文化 没有 日本人文化 日尔曼人的文化就是 我权到大 我就是爷 我就把你干福了 然后他也不是没有文化 零和游戏嘛 赢者通吃 我 我那个 我现在我这个怂了 我就认怂 我就装孙子 等我等我到时候强大了 我就直接给你灭了 你罗马人又如何 对吧 你不这样你被我灭了吗 你强大 或者怎么着的 所以说为啥那会儿就说有这个欧洲黑暗的中世纪呢 到这个罗马人没了 罗马灭亡了 这些什么日尔曼人统统当上这个什么领主啊 什么国王啊 我一发现 这社会一下子倒退好几百年 这个什么什么都不行了 那就是不行啊 不对啊 这个社会越发展越往前进嘛 这文明不都是这样吗 那偏偏日尔曼人这不是 到现在为止 是什么整天摆着的什么民主自由啊 还是人家古希腊人发明的 对吧 而且也挺搞笑 古希腊人讲话 一个奴隶制的国家 奴隶制的承邦国家 然后到最后 这个还喊出民主自由来了 哎呀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看这个问题 但我就觉得 就好多这个就恨国党也好 你不要去想 你不要去迎合西方人 迎合西方人有什么用啊 你到时候你走在美国的大街上 那个棒子 那个拳的还是落在你身上 人家不管你是恨国党还是什么的 这个问题好多up主都说了 好多爱国up主苦口婆心的说 你这个不要恨国 你不要恨国 你的命运跟中国是一体的 你改不 你始终改不了你的黄皮肤的身份 这些底层的这种什么美国人啊 什么那个欧洲人啊 或者怎么样 这些白人啊 黑人 他去打你 他就往你脸上吐口水 他就他就抢你钱的手 他不会去管 分辨你是什么啊 中国大陆人 中国台湾人 什么中 那个香港人 日本人 韩国人 不会 所以说 这个 棒子落到你头上的时候 大家都是受害的时候 啊 他真的把你干死了 你死之前 你会不会很后悔 对吧 你会不会后悔 你没有 你背叛了你的族群 这其实就是我想讲的 包括啊 就有些这个汉国党我就觉得也不知道是脑子不好使还是故意看不到啊你们这些汉国党说真的做都是最高光最高光的我跟你讲 我觉得我就提一个人你们都比不上就是那个杨淑平嘛那个马里兰大学在那个就是毕业典礼上演讲的那个啊这个美国的这个空气啊多么清新香甜怎么样比中国空气好多了或者全世界人 这这新闻一炸是全世界都知道最起码中国的14年都知道对吧美国人其实好多人也知道啊 你这一个广告打得多响啊 你给这个马里兰大学也好你给美国政府也好 这舔屁股的这个功夫舔的太到位了这这这这这广告做的就没有比这再到位的了我说真的你马里兰大学也好你美国政府也好你应该感到羞愧 对为啥呢人家想要的不过就是一张绿卡而已人家给你讲话了就宣传都做到这种份上了都这种程度上了你连一个绿卡都不愿意给人家到最后呢人家这个没办法只能系这个这个辉入的回到这个回到去到韩国然后后来又辗车回到中国啊这恨国党讲话给你舔屁股给你舔不挺舒服你连一分钱都不愿意给人家 这个就是这就是啥就是现在这种社会所以好多恨国人党你就说真的你恨祖国你恨了半天到最后美国人还是不会给你钱他还是不会那个什么你骂了半天现在就是现在我形容这些恨国党就是啥呢你说这个爱国的这些网友你朝下人家是自干股那你们是什么你们是自带股这个做美国人的舔狗然后呢美国还不发骨头只用自己带股那这不是自带股是啥 对吧美国现在讲话的这地主家也没有预量了所以说你也不要只让他跟你们发些什么东西啊这个按说绿卡这么简单的东西都不愿意给你给几个这样和国党也比你招那些什么非法移民强吧对吧哎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想但是呢这个现在其实好多的这个华人美国华人就已经开始团结起来就开始这个有这个实质行动了呃我对美国的事情 不太了解但是我今天查了好的这个就是内容就也很冲不惊心吧就是1982年的时候80年代其实是这个日本在美国就大扩张的时期啊日本就是可以说经济发展如日中天啊满大街美国满大街跑都是丰田汽车然后什么陵墓的摩托车怎么样的啊 这个美国黑人然后来就是在这个什么政府的这个唆使下呢就是开始砸丰田车啊然后呢打这个日本人或者杀日本人啊这个1982年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叫陈果仁 他是一个第一道的广中广东籍的华人啊被杀了因为呢因为对方把他当成日本人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日本就日籍的这个什么侨胞联盟第一时间就联系到中国这个华人那个联合会就说我们一定要这个组织这种什么就是抗议活动或者什么因为大家这个是命运是说在一起的 就是还是那句话棒子落到或者刀子落到你头上的时候对方不会分辨你是这是什么人你是日本人反正你们都是黄皮肤你们都该死啊这就是他们的这种就是说准则后来呢韩国人也陆续加入了越南人也陆续加入了菲律宾也陆续加入了亚洲人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大家千万不要忘了这个什么 所以这个就是我再插一嘴呃就是那个武汉呃武汉爆发这个新冠疫情的时候新冠肺炎的时候呢这个什么那主持人阿秋啊徐晓东啊哎我们中国人就道歉 这种人啊我跟你讲啊就是你可以说他坏或者他就是好多是他真的是不懂这个 你把这个东西做实了就是你现在代表你的民族 就是如果说你真的是你要道歉的话那这个就这事就大了对吧不用说正不用说美国政府什么澳大利亚政府什么啊那个那个你这个你中国这病毒你都坐实了你赔钱怎么怎么着的哎那你在这个当地生活的华人也不好受啊对吧那美国民族不看新闻啊对吧然后呢那个你早上一出门过过来不是白人叫黑人或者怎么着白人 啪给你个大大嘴巴的呸往你脸上吐口水咚给你脚然后轻大脚踢然后呢你这被牵连种然后回到家哎一个黑人过得来你哎呀老兄我这个就说以前是可能老兄我家里有一个大的这个就是一个family要养啊掏钱吧现在就啪给你嘴巴的你不是中国病毒吗啊 你上我们这台穿过病毒了掏钱对吧这这态度也不好就恨了是吧但是这个这个目的是一样啊这个人家现在就是抢你或者就就是说天经地义了谁让你是中国病毒呢对吧你你以为你是中国病毒我打你我骂你我杀你我抢你都是应该的对吧 好多人他就真是看不懂这个 那我我推荐啊大家看一个那个什么美国华人有一个就是那个wrapper啊就是就是那个叫channel mac他就是说呃 他组织一些活动因为在最近的时候这就是也是几个月之前吧可能是呃那个有一个巴巴旬的一个纽约的华人老妇人就就走在自己快走到自己家的时候然后被两个这个蒙面男子就是袭击打然后那个就拿汽油浇他然后给他点着了就是他伤得不严重但是这事呢就是很你对一个就是巴旬的老人如此 最禽兽之旧这个channel mac现在就一直在做这个就是抗议活动或者怎么样虽然我觉得这个抗议活动到最后呢肯定就是基本上大提上就应该是不了了之因为这个也没有看到政府有什么任何的行动对吧但我觉得这样的活动一定要继续就是一定要发生一定要让这个就是说这个事情的那个什么就说恨国党我也劝你们这稍微消停消停因为你们的命运跟就是都是一起的 这个美国人不会把你们当回事啊这个如果真的是说你们像你们这种就不遗余的宣传中国病毒中国病毒到最后砍刀还是会落在你们身上不是因为你们是中国病毒而是因为你们的黄皮肤如果真的对自己黄皮肤这么讨厌的话那就做直皮书变成白人好吧好了我今天就说这么多吧谢谢大家